现在已经9点42了 我还在成都显示到重庆的目的地 凌晨1点04分 我今天就在这个车里面剪视频 把它全部发出去了 就这个点了 现在就出发重庆 我已经跟那个摄影师朋友约好了 是明天下午见面 他给我说地点 今天晚上就去公园旁边找一个酒店就好了 明天睡到自然醒 换衣服 化好妆 找他给我派 一出发都是赶夜路 出发那天就是连夜赶到重庆 现在又连夜赶到重庆 现在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到重庆 不要太严重 就是我的绿码不要变色就好了 明知山有谷偏向谷山行 谁都知道在家舒服 现在到成都收费站了 马上上高速了 到了服务区休息一下 这女士停车位就是不一样 特别的宽 这么宽 两边都这么宽 你看你看我这车 后面这样子看到好多东西塞满了 慢慢的去到重庆 就可以睡到自然醒 在车上睡的话 又热 每天都熬夜 这是围龙服务区到重庆的最后一个服务区了 我在这里休息了很久很久了 把这两边的窗都打开 透气凉快凉快 我的车后面也是这样敞开着 这样风比较大 因为这样休息我就不犯困 我这个车位很快 女士车位 就是我把门全部打开 都不影响 感觉我的脚脑子太高了 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这样歇歇脚 待会儿就愿着走 还是三点多 pad 现在是三点多到打木地地 我现在出发拍照去了 这个不好 我是自己化妆自己的衣服 始终没有他们那种好看 我觉得我现在换的是这身衣服 因为这个先穿 感觉它容易皱 这边好多花 这好多花 或者花这个 快快快 那种大长腿的模特 出片率特别高 每一张都可以用 我这个是一堆要选 选几张 有点难度 今天就特别辛苦 摄影师了 他们要带好多东西 好多主镜头 蓝色物为菜 蓝色物为菜 看着饱 然后这箱子 银线里边都会 我这个怎么讲 我是赞美赞相 坐美坐相 反正每一张照片 摄影师都要给我说很多 赞美赞相 左美左相 不过这个地方倒是真的很美 拍的是这个 太难了 拍一张好的照片太难了 这是我不够优雅 这是不够优美 快粗 手指也粗 人格又不高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美 现在我的头发都红了 这个头发 现在已经拍完了 他们都回去了 让他们吃饭 他们也不饿 我也不知道拍出来 怎么样 我始终是感觉我太胖了 我还得减肥 两面 这是冰分吗 可以少加冰吗 不加冰 不加冰 那一碗 这个 看不到腰了 没腰 时间摸得很快 等我回到酒店 应该要7点多了 现在已经6点06分 昨天晚上连夜到的重庆 好在今天的马没有变色 还是绿马 这个吃了晚上 就不饿了 在这里蹭一下花 在这里蹭一下花 吃饱喝足了 现在回酒店 自己化的妆就是比较粗糙 主要是摄影师教我怎么站 怎么做 真的就是站没站向 坐没坐下 特别尴尬 现在 来酒店 这里要10多分钟 希望现在 上面不要下车下来 更窄 马上7点了 时间过得很快 马上7点了 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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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呀 昨天晚上是3点多 到了这个酒店 就一路从成都到这边走走停停 今天晚上就可以好好睡个觉了 一回来把空调都打开了 现在过夏天了 我那个车真的是没法睡 这个房间还挺好的 120多 没想到 很舒服 然后这个空调也是 智能效果很好 他这个照片好像说的是要差不多10天才能修完 我给他说的 先让我选一张 然后把它修了 把我的形象照换一下 太热了 脸上都冒油了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天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